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肿瘤医学部黄英慈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肉癌的治疗 肉癌分成二性骨肿瘤和软组织肉癌 在二性肿瘤中算是比较少见的癌别 大约占所有癌症的1% 二性骨肿瘤比较常见于儿童及青少年 而软组织肉癌一半以上发生在成年人 二性骨肿瘤主要长在骨头部位 尤其是上下肢的肠骨和骨盆 软组织肉癌则可能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包括肢体、躯干、头颈以及后腹腔 肉癌的种类非常多 大多数肉癌的致病基准不明 少数与遗传、环境 例如辐射铺路等因素有关 常见的转移部位包括肝脏和肺脏转移 肉癌的治疗非常复杂 包括手术切除、抗癌药物以及放射治疗 这些都需要多专科诊疗团队 共同会诊、开会讨论、整合专家意见和医疗资源 予以正确的病理诊断和分歧 提供病人专属的治疗计划 并减少与治疗相关的并发症以及后遗症 由于是少见的癌别 在过去抗癌药物的选择很少 常常健保也没有给付 但随着医疗进步 肉癌逐渐有新的治疗药物 有些也拿到了健保适应症 建于南部地区较缺乏骨骼与软组织肉癌相关的照护团队 城大医院癌症医疗品质委员会 自109年1月正式提案 成立骨骼及软组织肉癌医疗团队 成员包括肿瘤内科、外科 根据肿瘤部位包括骨科、整形外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等等 放射肿瘤科、放射科 以及病理科专家 以提升本院骨骼及软组织肉癌患者的医疗照护品质 以下跟大家分享实际治疗的案例 一位52岁女性 起初因为右腿酸痛就医 结果检查意外发现了右腿及肺部都有肿瘤 转诊到城大医院影像及切片证实 是右腿软组织肉癌合并肺部转移 于是召开骨肉癌多专科团队会议 经过病理科医师针对病理切片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检阅 放射科医师对于肿瘤原发及转移部位的范围确立 骨科及胸腔外科医师评估右腿及肺部病造手术切除的可行性 加以肿瘤内科以及放射肿瘤科医师建议化学治疗以及放射治疗的处方和疗程 于是我们跨部门整合医疗资源并协调治疗的先后次序 先进行四次的前导性化学治疗 接着影像评估右腿及肺部的肿瘤确实缩小 而后骨科及胸腔外科先后进行右腿肿瘤和肺部转移的手术切除 病患目前术后调养中 后续预计右腿原发部位进行放射治疗以加强局部控制 并完成化学治疗疗程 我们期待能让像这样原来第四期的肉癌患者 能够达到几乎肿瘤消除的状态 最后要提醒大家 若发现身上有逐渐变大的不明肿块 要寻求医疗评估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感谢您的聆听 我是承达医院肿瘤医学部黄英慈医师